兄弟们大家好 这里是一二水族 来我们看一个莫斯树造景 那么多个莫斯树做成一个组合 咱们看一下 好看不好看 大家也知道了 莫斯树嘛 上面肯定要粘莫斯的 对不对 这种莫斯叫做爪莫斯 其实就是印度尼西亚 他们当地野外到处都是的 直接用一个铁锹咔一铲 就能铲出来一大片 直接往上粘人家就能用 不过到我们这边就不一样了 我们得去买 它这个莫斯树上面这个小圆片 好像是塑料的 跟我做的那个不一样 我做的那个都是一个一个 那个小椰子壳 但是往上面粘水草的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就用这个502也好 或者说骨架尖也好 抹在小圆片上面 这个莫斯水草直接往上一按就行了 不管你用的是什么品种的莫斯 都可以按照这种方法来操作 这个树根的位置 也可以用莫斯来点缀一下 但是我不建议你们用同一种莫斯 咱们树根的位置可以用珊瑚莫斯 对了 这种造景其实是提前 已经把它粘成一个整体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完全粘在了一个木板上面 一整套往鱼缸里面一放就OK了 因为这种造景 后期也不需要使用二氧化碳 我们也没有必要给它提供什么 多么充足的肥力 这个时候你不往里面添加水草泥 也是OK的 但是你如果说往树的后面 这个石头的后面 给它放上一部分水草泥 这样你水草涨得会更好 这样你水草涨得会更好